全红禅成为多哈世锦赛最大的赢家之一 夺得了女子十米台单人和双人项目世锦赛冠军 在全红禅完成大满贯的背后 是他此前发高烧导致身体消瘦了不少 远在广东湛江麦河村老家的家人们都牵挂着全红禅 84岁的爷爷特意熬夜观看了全红禅的比赛 为孙女助威 全红禅爷爷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平时晚上七点半就睡觉 早上五点十五分起床 全红禅征战多哈世锦赛 跳水决赛都在晚上十一点开始 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全红禅爷爷在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就开始等候全红禅比赛开始 等到比赛开始 全红禅爷爷看到孙女亮相 心疼不已 嘴里念叨着不知瘦了多少 一直发高烧 全红禅在单人项目的预赛和半决赛都落后陈玉希 客观来说赛前外界不少人看好状态稳定的陈玉希夺冠 但是全红禅在决赛顶住压力完成了逆袭 尤其第四条207C奠定了胜局 等到全红禅站上领奖台 全红禅爷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老人家意犹未尽 还反复看回放 直到凌晨两点才睡觉 全红禅成为全家的骄傲 也是广东湛江人的骄傲 全红禅也一直很照顾家人 他从北京给爷爷寄去了牛奶 84岁的爷爷每天早上喝一盒牛奶 全红禅结束世锦赛征程之后 马上要进入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 春节期间很可能又要在北京训练 没时间回到家里 全红禅和陈玉希肩负着为中国跳水队 在巴黎奥运会夺得女子十米台单人 和双人项目冠军的任务 中国跳水队是梦之队 但也绝对不能松险 这次多哈市井赛 奥运冠军王宗元出现了大失误 世界冠军郑九元更是连续失误 在男子一米版只排名第十一 无缘冠军 所幸全红禅和陈玉希属于双保险 两人实力超群 即便单跳出现失误 他们在单人项目上的总得分 也能做到远远高于对手 这就是天赋的优势